校長 委員好 陳部長好 不曉得部長有沒有來過我們花東旅行 最近比較忙沒有去 只是除了公務以外 那你曉得就是說 現在花東台11線跟台9線的遊覽車的奇關嗎 我的了解确实陆客那边的游览车确实还是很多 这样的奇观已经拍成电影《太阳的孩子》里面的一个桥段了 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都没有解决 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亲眼看过最近被宣判违法的美丽湾大饭店呢 我知道媒体有这样的报道 那请问一下部长 关关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让财团赚更多的钱还是要活络我们的在地的经济 我想观光最重要的除了带动来认识台湾的文化以外 当然跟地方的产业结合来带动地方的经济也很重要 那很好 部长你既然这样回答 请问一下您提供的报告里面 为什么没有任何关于台湾本身的区域性观光发展的评估呢 这个是不是局长这边来说明一下 因为事实上的话观光局在发展观光的过程里头 它也有所谓分流也有区域的理由 用各种不同的客群来做区分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推动 如果要请局长讲就 谢谢局长回应一下 好 如果说光讲陆客团 最近对于这个陆客的特色观光 我们在优质团里面是规定的比较多了 那么另外因为过去这个陆客都是环岛八天七夜 都是这个逆向行驶 那我们现在优质团有一半是逆向一半是顺向 我们希望藉由分流来解决过度拥挤的问题 但是本席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 今天我们既然谈的是观光的困境 我们可不可以实际一点 去看见我们在地的所面临的困境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观光的模式团客完全不会停留在部落消费 而且对于在地的经济没有帮助 我应该讲更直接一点 是完全没有办法带来帮助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越来越多的观光客涌入到部落观光的时候 尤其是非常近 刚刚有提到的阿里山 或是我们台11线的石梯坪风景区 这些在花东地区 事实上原本就是我们原住民所生活的地方 可是我们会遇到一件事情 我们不时会听到旅行社带着团客进到部落 甚至是乱丢垃圾 闯到部落族人的家里 还要借厕所 族人不借就说这是我的家 他就说那我给你10块 现在这个状况我不晓得 观光消通部知不知道 柯委员报告 目前我们在推动这个部落观光 尤其是陆克这个部落观光 我们特别有一个额度 那个额度叫做部落观光的额度 从去年推广到现在一共有731团 我刚刚讲的 借厕所给10块这个案例都上新闻了 不晓得就是 观光局以及交通部有没有在看新闻啊 我知道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对这个导游再来宣传 的确局长这样表示就这样子回答是很正确的 因为现在旅行团对于我们的在地的文化完全是不理解 甚至是曲解 而且还会乱开玩笑 我们原住民已经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冒 而且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假日的时候那么多的游客 占用这两条路线已经影响到我们在地 在地居民的有那个运输的需求 我们原住民我们花冬的居民想要回家 你知道有多困难吗 请问这个部分交通部以及观光局有办法有想尽办法去解决吗 我想这样子 第一个就是刚刚居长讲的分流 如果说才产生分流的话 那么最起码对交通的解决上有一个部分的帮助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么有关于东部的发展其实是以轨道为主 公路为辅的这种概念来发展所谓的观光的这种链 也可以跟这个做结合 所以这一部分我想交通部的理念上 跟这个蓝图的过发上都是往这条路来走 那至于原住民的这一块 那么刚刚居长也特别提到 那么我们的导游确实需要去做速度的这个 那么行前的这种说明 让导游完全可以在训练的过程里头完全清楚 原住民的文化 所以在解说的过程里头 让他们可以充分地理解 那么也教导这些游客 那么充分地理解 尊重 了解 谢谢部长 不过就是本席就是要求请部长以及观光局 真正的面对这样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些花东我们生活的地区 变成游客去消费的地方 消费了我们原住民却把钱给财团赚走 那这个不是我们交通部以及观光局 需要推展的观光模式 再来就是除了量 其实我觉得上面写的数字我真的也不太想看 因为你们的值并没有做好 完全忽略观光的值是一个没有用的计划 我这里谈的值就是不只是要硬体设备 而是最重要的是软体的建制 刚刚提到的游客人员的素质 训练跟检合 还有对于部落的尊重跟谦卑 还有要和部落互动以及学习 再来就是其实在部落里面的观光 主导权应该要回到部落 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案例 譬如说奇美部落 他们可以自行的发展他们在地的观光 那不要变成就是上面所提到的 在观光的部分都会变成就是 你只是加强游客的量 却没有加强游客的值 那我们不管是要在分配上 在时间上在空间上 都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本席这边是要求 我们的交通部跟观光局 把这个值 优值的值 带进这个整体的规划里面 因此我希望就是 交通部这边一个月 给我一份报告里面包含了 推动观光的同时 要如何去活络在地的经济 以及如何让游客 旅行业者的人员 去学习部落的文化 以及尊重部落 最后是观光发展 与在地交通需求的配套 在这里是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要如何去决定旅行社 以及在地人需求的分配 与优先行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尽快来提供 那么这个资料给 这个委员 那当然也让他们可以想一下 想一下未来怎么样跟 跟原民这一边 结合大家一起来 共同来把这个 这个环境做得更好 尽快是两个礼拜吗 我不晓得局长这边可以多久时间 可以我们两个礼拜 其实跟委员在补充报告 第一个我们部落观光的行程 一定要经过这个部落的同意 这个第一点要先预约 那第二个 我们最高原则是 部落文化又受到尊重 部落生活不受干扰 游客行为受到约束 我们有这三个最高原则 谢谢 但是我希望这样的观光乱象 不要再拍成电影了 这是国际的笑话 谢谢 好 谢谢委员指导 谢谢